主要的考慮都是從衛生安全角度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健身中心 都已經有一些初步的建議的時候 我們都會參考類似的安排 當然我們因為康民署 我們都要調配一些人手 所以都配合我們康民署 接下來開放一些室內場地的工作安排 所以我們明天開始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措施 簡單來說 當然去到我們室內場館 都要去測量一下你的體溫 當然如果要去到換衣服、更衣 或者淋浴的地方 我們都會可能要隔開一些淋浴的設施 如果是一些比較人多的地方 我們可能都會有一些人流限制